她为了离婚 两次到法院起诉 可阻碍她离婚的 不是妻子 而是丈母娘 我上个礼拜起诉了 我丈母娘不接受离婚 我妈不会同意离婚 她妈就说 让她怎么上诉怎么弄 她说我们绝对不签字 她称称 婆婆和大姑子 才是破坏她婚姻的罪魁祸首 我觉得我跟她还能凑合 她爸妈就是 总是在后面挑撕 她就是论不过我 斗不过我 就是把她姐也拉过来帮忙 当夫妻俩在调解现场 唇枪舌战 双方的家人在第二现场 也是如坐针毡 原本不想参与调解的大姑子 临时决定到现场 跟弟媳当面对峙 我是那个张先生的姐姐 有些问题呢 我是想跟她质疑对一下 看到婆婆和大姑子纷纷上场 丈母娘在第二现场也急坏了 都是一起的 我女不是 没当媳妇没有位置的 伴随双方家人的先后上场 调解现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巨浪 从今天开始 你也不是我的婆婆 我也不是你的媳妇 我们两个断解关系 有这样的媳妇吗 就是主要是我的情况 调解现场 没跳 她们在背后 我也没有在背后说 我们都家丑都不外扬的 不能这样做呀 她是你的弟媳妇 有些事情 别人眼睛都是血量的 两个大家庭之间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委屈痛苦 想要寻求解脱 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的 没有小孩的话 我早就理了 我们都嫁不出去 最终 这场几经波折都没有结果的婚姻 该何去何从 我们就是报警都报了两次 法院里也去了两三次 今天还调解 调解三天三夜都调不完 调解即刻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我们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是张先生和美女士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其实说实话 我是想来离婚的 结了婚过后 每年都要吵一次 她吵架跟人家方式不一样的 她都是过年的时候吵架 家里人亲戚朋友那么多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该怎么吵怎么吵 该怎么闹怎么闹 我实在接受不了 美女士呢 本来我也是说想离婚 但是考虑到小孩子 能调解尽量调解 你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我婆婆总是在后面挑拨我们 她的什么思想啊 都由着她妈妈说的说 就像上个礼拜一样的 我跟她说离婚 她说她同意 她妈妈在旁边瞪着她 她就说 你要想离婚找我妈去 我不是跟她妈过 我为什么要找她妈妈 这还是小事情 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呢 我妈两口子吵架 她还气不过跑我妈来吵 当着面 她就指着我妈妈说 我不是你的儿媳妇 你不是我的婆婆 她家里什么都是她妈妈做主 什么事情她没有主见 我们杭州那里 有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她妈妈没有跟我商量 就跟她儿子打电话说 你姐姐到你那里住一个月 帮你爸爸开车 她爸是开出自车的 她说你姐姐去那里住 叫她姐姐跟我睡场上 你就睡沙发 我不同意 因为她白天也要开车 我考虑到开车 没事好也不安全 我说你姐是人 你不是人 你爸妈偏心 然后她就给她爸 打了个电话 她爸说离婚离婚 离不离我就叫你离 她那次就回来上诉 跟我离婚 就因为这件事情 她上诉跟你离婚了 对 我妈妈就是跟她法官说 为这点小事情 离婚不值得 你自己怎么想 感觉有点伤我的心 她爸安排什么就是什么 她根本没尊重我这个儿媳妇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爸开车子的 有点累 想回去 我说我姐有可能来杭州 大家住一段时间 行不行 她就是直接说不同意 我说我就一个姐姐 来这里住应不应该 我就这么问她 她恩是说不要不要 我说你这样一不讲人情 我就说回去离婚 这个事情我爸根本都不知道 我姐也不知道 我妈也不知道 刚刚美女士是说 她其实不让你姐姐来的原因 是因为你开车很辛苦 怕你睡沙发 影响你第二天的安全 心动我可以 我们可以商量 我们两个睡床上 任我姐睡沙发也可以 你爸说同意离婚 他说带你去找离婚的地方 他爸当时就打电话了 这一次事情 前面还有两次 都是过年头上吵着架 我说家里有亲戚 你别吵 他还是缠着我 那次把我欺负过 我跟他打了一架 家里亲戚总的劝了 他就认识讲 他说你们都是一家的 来欺负我一个人 劝了他之后来 气发不出来 他说在我房间里面 东西到处砸 后来 我没有砸东西 你是砸什么东西了 我房间你不是砸过没有 砸什么东西 我小叔在那里 你是不是拿东西到处挥 没有 空调上面不是砸了两下 你看空调是不好的 空调是好的 问题是你砸过 我没有砸东西 东西没有碎什么东西 你说事实 那可以 就算你没砸 我们后来出来 吵到客厅里来了 我姐端满菜出来 你去不过 你为什么要抓到我姐 就看他不顺眼 平时他们家人 我都看不顺眼 他看我不顺眼 那你跟我在一块不离婚 我就是跟他妈合不来 然后他妈把我的私情 平时也跟他姐说过 平时对他姐有意见 然后就是想 对他身上出一口气 显然 大姑子借宿事件 只是离婚的导火索 此前张先生就提到 结婚九年来 妻子有这样一大特点 他吵架跟人家方式不一样 他都是过年的时候吵架 张先生和姐姐 常年在外跑出租 各忙各的 鲜有交集 唯有过年才团聚 所以美女士跟大姑子 并没有太多交集 既然如此 美女士对大姑子的愿 又从何而来呢 大姑子主动要求上场 向弟媳问个明白 当美女士注意到 大姑子不是一个人 而是带着婆婆一起进来 她的脸色瞬间变了 她不是也做的事情 就是她妈的印子 面对咄咄逼人的弟媳 大姑子会如何应对 我有几点要质疑一下 首先她说的那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不应该去她家 借住一个月 我爸是好心的 让我在她们家借住 到外面去 不都要租房子吗 他们有房子 就是说可以省一点 能住的话就住一下 这个事 你有事先跟弟媳妇 这边说一下吗 这个不是我安排的 爸爸有这个安排 你也不是特别清楚 对 爸爸是计划 给我开一个月 然后住在儿子家 那他也可以休息一下 我呢也可以帮点忙 我都不知道 其实我根本就没打算 住到家去 就是那个老百姓 只认识一个美女士人的人的话 应该也可以 让他去住几个晚上 何况是自己的姐姐 亲姐姐 是可以住啊 你干嘛让你女儿 睡在场上 你儿子睡沙发 你偏心干嘛 那个东西也不必要 那样计较 我女儿就是到你家里去 你女儿是人 你儿子不是人 在那里打地铺 她肯定也是 打地铺可以啊 你没有说打地铺啊 你说你女儿是场上 我就不高兴 这个这一点 我一点都没有这样提出来 我没有这样想法 他爸说了 让他女儿睡床上 这个是我跟他 他儿子睡沙发 你听见了吗 你亲口听见了吗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 我跟你说话 她们想小编 她们真的想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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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让他姐姐睡床上 他儿子睡沙发 这个我敢发誓 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以商量的呀 没让他姐睡床上 他就说离婚 然后他爸马上就说 离婚离婚 我同意你离婚 你是我弟媳妇 你上我家来做客 我很欢迎他 他就是看我们所有人 都不顺眼 不知道怎么说 都是他麻烦别人家里的人 我们从来没有麻烦过他 对啊 我女儿总是在娘家这样那样 事实上 我也没有麻烦过什么东西 我从来没有说 跟你梅军正面交流过 一件事情 你对我意见这么大 你从来也没有讲过什么 没有跟你吵过架 我跟你有什么过节 他跟他妈妈在背后挑唆 你一开始就针对我 我都不知道我哪里 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同样有委屈 大姑子在讲述事情时 却很冷静 很克制 对弟媳也没有半句指责 如此知书达理的姑子 为什么在美女士眼里 却偏偏是个恶人 甚至为了发泄怒火 对大姑子动手 被她打了一下 我也很委屈啊 对不对 美女士是在什么情况下动手的 她所谓的出一口气 到底是出什么气 又是出谁的气 我回娘家是不是也很正常 她大过年的不帮忙也就算了 那我在家里帮我妈妈烧菜 客人都来了 都吃饭的了 是不是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吵架就出来了 她就扔一个靴子到头上来 我也很怨 就包紧了 我当时就打晕了 后来就包紧了 偷打个大包 打这么大包 我当时也打得 打得懵懵的了 我认为这边都不是事 他们两个人后来就揪着一起了 一起你抓我的头发 我帮你 然后我过敏其妙地被打了 我肯定也心里也不舒服 对不对 我婆婆帮她女儿一起来推我那样弄 我一大架子人 没有一个人说是帮我的 我婆婆帮她了 我婆婆帮她了 她说你打她呀 这样有手来打我 但是我返回去抓她一下 我俩就打起来了 我打不过她 后来包紧 我就打了一下 就打一下头 就没有打第二下 姐姐这边到现在你知道 这个弟媳妇对你这么大的怨气是为什么吗 真不知道 一个多月以后我就问我弟弟 他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还打我 他就说可能是因为我们一起回来的时候 我小叔就是买了几个鸡腿吧 一人一个 吃完了之后我递给他 他有点晕车 当时也没有吃 我就递了两次 他说他不吃 没有 没有 没有跟他包住 他不吃就不吃 然后换我开车吧 我弟弟就坐后面吧 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鸡腿吃了 他说可能是因为一个鸡腿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不是那一件事情 不是那么小的事情就会打他 不是那样的 那你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大意见呢 因为他妈的原因 他生怕我妈在挑说什么的 我妈她也会有很多委屈 对不对 她委屈了 她跟我说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可是我从来没有讲过你半句 对不对 他们不说了 她们在背后都 我也没有在背后说 我们都家丑都不外扬的 就是有些事情别人眼睛都是血量的 她在看到都外扬了 听大姑子的表述 她和弟媳并没有直接冲突 她也不解为何弟媳总是针对自己 对此 美女士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总之她就是看大姑子不顺眼 美女士凭直觉判断 大姑子伙同婆婆一起挑拨她和丈夫的关系 可是她又无法举出一件事 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让坐在第二现场旁观的丈母娘很是着急 她决定上场为女儿打抱不平 不料 丈母娘上场后没有向婆婆发难 而是跟美女士一样对大姑子 欢迎继续收看金牌调解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是这样的 那天本来在路上堵车 堵了好久 家女婿开车 那个有四个人回来 这个女婿的小叔叔买四个鸡腿 一个人吃一个 这不一样是挺好的是吧 这个姐姐可就总是喜欢小事 总是这个挑 可走到路上可把鸡腿 不晓得哪哪就藏起来了 藏起来了女儿没看到 反正东西都我没吃 最后我没吃 等一下 妈妈先说 女儿没看到 没看到可就找找找找 找出来了 找出来了过后又没看到 可又找了两次找出来了 结果不是她吃 这个不能这样做呀 她是你的弟媳妇啊 这个鸡腿是我要帮你 为了你女儿嘴里去吗 这件事情是女儿 跟你回来讲的对吧 对 我没吃起来 当时她就是 那个为我说错 那样给 不情愿给的意思 我是客气 我说不吃 姐姐拿了几回 拿了一下就没给了 反正那个鸡腿没吃 最后我老公吃了两个 如果你要吃 姐姐会不给吗 她没有情愿那个意思 你不情愿给我吃 我干嘛要吃啊 我姐给她吃 她不吃 车子就那么大个地方 她没地方放 她不放后面 她往哪里放 丢地下 你踩啊 是不是 这随手的事情 我吃我也死了下去 我跟你说 当时 是不是 就是没情愿给我吃 反正我没吃 后来 你要他们怎么做 这个才是情愿给你吃 你才会吃这个鸡腿呢 我说不吃 她要给 撒在我这里 就是情愿给我吃的意思 他们都给到手上了 就是你说了你不吃 她还得硬塞给你 这才叫给你 她不诚心给 不诚心给 我何必要去吃呢 不是 鸡腿不是姑娘买的 你就不要管 我藏起来干嘛呢 我藏起来这个鸡腿 你藏起来不给我吃啊 因为一个鸡腿 美女是觉得 大姑子在针对自己 丈母娘更是由此判定 女儿在婆家没地位 不受重视 一个鸡腿何以至此 当在场所有人纳闷之时 一直眉头紧索的婆婆 忍不住发话了 说起委屈 婆婆觉得 自己比美女是更委屈 自打美女是进这个家开始 她就切身感受到 这个儿媳 不是一般的难处 而是相当的难处 大概是当我家的 第二年的情况 就是过年嘛 我自己也有公公婆婆 再另外女儿也是单身 她也是个新媳妇 出入我的内心 过年就是 不管有什么好吃的 都烧出来对吧 我既然烧出来的 你就尽管地吃 不必让我夹 这个夹那个夹 你说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夹个水啊 她就说我没把 她当到我自己家的 而媳妇看的 没夹菜她吃 没叫 就是当时吃的牛肉饭 我们四个人 搓麻将 那不是很高兴的 总在旁边 就是搓缝我儿子 你看妈妈就把我 没当自己家里人 但我儿子就是 怎么就没 没当自己家里人看的呀 吃饭 吃这个好吃的 那个好吃的 又不嫁给我 又不叫我吃 我因为我姐妹五六个 我从小 我还没出嫁的时候 我爸我妈就死了 就不在了 我也没有人家过我 不过我承认 我也没有我那个青椒膜 这么会体贴人 就跟她说一株 一样的那个鸡腿一样的 非要硬碎硬碎 但我这么多人 我先加个水啊 就是说呀 又吵架了 然后呢 年年都会有一点 十年了 今年是十年了 她就是这种性格 只要挑了毛病 她非要挑到底 你让着她 她不行 她非要闹起来 她说的是对的 那就一定是对的 她不管的那个来源和理由 跟她姐姐姐不通 你叫她说她也说不来 你觉得妈妈是说 真的不把她当一家人 还是妈妈 根本没有过 我感觉 冷落我嘛 对她们别人热情 有说有笑的 她帮别人夹菜吗 好像当时有个那个 她家亲戚 她二牙的女儿 也在我们家 她那个 她叫她吃了 对我她笑了 不就叫一句 我自己就感觉 做那吃饭很别扭 没有她妈妈热情 就是那个意思 跟我婆婆没有共同语言 两家完全是两种思想 所以我在我妈妈家 待了二十多年 到她家去 我适应 不适应她家那种生活环境 如果我跟她说话 有的人没说好的话 她会跟别人说 她这女的怎么样怎么样 她会跟别人 在背后那样说 所以我有很多话 我情愿放在肚子里面 我不愿意跟她说 我情愿跟我妈说 我什么话都告诉我妈妈 美女是感觉 自己在婆家被孤立 婆婆则认为 是儿媳妇过于敏感计较 不好相处 为什么美女是 自从到了婆家 就无所适从呢 婆婆认为 是亲家母 手伸得太长 反正只要她妈妈不参入 她们两个很好的 就是主要我是 我的情况 其实我没管 她硬说是我挑的 我挑起黄火也行 没挑你跟我商量 你把我当人家 听到婆婆埋怨母亲 美女是不乐意了 要说参合小家庭的事 她认为最该反省的是婆婆 这些年 婆婆虽说没有直接管她 却一直在背后 指手画脚 强加干预 而丈夫总是处处维护婆婆 这个家根本没有 她的立足之地 今年过年我女儿到她家去 收了700块钱的压世钱 过完年就到外婆家来 我女儿就把压世钱 给到我手上 过了几天 我婆婆就打电话 给她儿子说 她说叫我把那个钱 给盛起来 给小孩读书用 当时我听得不高兴 我说小孩读书 我说我会给钱的 这一点钱存在干嘛 我就感觉 她一点点事情呢 在后面感觉是挑事一样的 这个事情 她又闹得不愉快 结果这个事情 她又回来又上诉 我跟她说的时候 和和气气地说的 那没事 她就跟我翻脸 那个钱存也好 不存也好 她读大学 不是可以出钱吗 是不是 我是这么说一下 你要花钱花也不算了 她是她的妈妈 亲妈妈呀 你竟不审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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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不审是你竟不审是 这个这点小事也要管吗 这点是应该管吗 我就是气 我不是气这个钱 这个不是叫管 这个是叫做一个建议 你说两口子在一块 一点事情都说不来 怕我把那个钱花掉了 我们就是一天一片好情 也是鱼干费 算了吧 我问一下美女士 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他们是怕你花掉了 后来我妈妈去她家里 跟她就是私下聊天的时候 她说那个钱 是她顶礼顶出去的 我认为要是顶礼顶出去 我就叫我外甥 叫小宝贝给的奶奶 你是特意去说 为了这七百块钱 有脑力混资的吧 这是吵架的时候说的 其实这个是 拿任何人来说 叫你们办一个小折子 乘一个学分 你就是说做个建议 你不乘不就算了 说了出去不用他管 你是不是我们家的后代 我不会跟别人这样说 你不知道好歹就算了 我就不说了 我自己有书想 我想你乘不乘就不乘 可以吗 说错了 你跟女儿说乘钱 女儿就马上就发电话 跟我说乘钱 奶奶是这样的 我不管说任何事都是错的 好吧 你不是乱错的 我不需要管 你管了我不舒服 我们两家现在就是 主要的就是 两个大人都有 都有责任 金牌挑截 挑了三天三夜都挑不完 这么抽期的 要出去打工 还是出去还是实期的 临出去打工的时候 亲家母就站了 我那个楼梯后 她门是敞的 她女儿就在里面 就这样指着说 从今天开始 你也不是我的婆婆 我也不是你的媳妇 我们两个断解关系 有这样的媳妇吗 发生了什么事吗 就是我跟她 打电话吵架了 就是天天的总是吵 我们就是报警 都报了两次 法院里也去了两三次 没有小孩的话 我早就理了 我不是嫁不出去 说心里话 我完全是考虑小孩 孩子我也估计啊 但是这日子 实在是没法过 一次计数 一个鸡腿 一笔压岁钱 像这样的琐事千千万 如果每件事 都要引发争吵和风暴 闹得所有人不愉快 张先生觉得 这样的妻子 不要也罢 美女士在意的 似乎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她在婆家的地位 对此 大姑子表示 弟媳想多了 一直都 把她当弟媳妇 她自己太见外了 我见外面 爸爸没帮我当人看的 美女士的这番话 让观察员郭花平 听不下去了 她率先拿起话筒 直指美女士身上的问题 不料她的话 激起了美女士 一连串的反驳 我先谈谈我们美女士 你个性太强 从来不会照顾一下 老公的面子 家里人的面子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即使她做得很过分 你可不可以 不当着别人的面 和家庭人的面 跟她两个人在商量呢 我跟她商量 她也是听她妈妈的 这第一个问题 没有商量的 听我说 你即使是跟她 跟她说 分手 再找另外一个人 谈恋爱结婚 也会这样 那她再找一个 她又听她妈妈的 那个别人的媳妇 也不会听她妈妈 也不一定会听她 如果她找一个 比较孝顺的媳妇的话呢 可以去找啊 你的心仰特别小 你讲得这多的一句话 就是对她看不惯 对啊 我有我的 她东我西 我不想按东那样的 好的 我告诉你一个特点 你在没有结婚之前 你是一个人 你为所欲为 你爸爸妈妈都可以原谅你 但是你结婚以后 你是别人的媳妇 那是一个集体 一个家庭 一个重新的家庭 跟原三家庭是不同的 你懂吗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慢慢地 跟别人融合 你懂吗 你可以跟你妈妈 什么都说 但是你跟他们不亲 对不对 说到一起去啊 你可不可以尊老呢 老人讲的很多的 不对的地方 我们都觉得它是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老人有时候会糊涂啊 没关系 她糊涂我也跟她糊涂吗 你讲得那么清楚的话 你会不会产生矛盾呢 这是你 女方啊 好 现在我讲 张先生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你老婆跟你家人的关系 你把什么事情都往这个 妈妈那边 往姐姐那边去告诉她 实际上你应该做和事佬 而不是做传话筒 这个和事佬 我做了好几年了 没效果 为什么没效果呢 那就是处理问题的 方法不对了 那也有可能 怎么解决 我去解决 第一个 你们两人 既然成了独立的家庭的时候 不管分家没分家 经济上独立 生活上独立 思想上独立 这是可以的 第二个 既然你们是晚辈 在父母眼里面 不管你们多大 你们都是小孩 所以她替你们提建议 是完全可以的 你不接受 你们可以私下商量 不要去 随随便便就 不给人家面子 第二点 建议双方 特别是南方的妈妈 姐姐 不要参与他们的事 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一家人的话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尊重 和睦 很想要跟美女士 你好好聊一聊 你的丈夫家里 应该是比较和睦的 是吧 是的 我在杭州买房子的时候 跟他说过了 我说杭州 就是我们小假期 重新开始 这个家庭 是我们讲的 你说了算 在我们那里 你就别人那个这个 你们是有自己的小家庭 但是两个大家庭 你们是没有办法 完全隔离的 当美女士 嫁入到你们家庭的时候 她应该觉得自己很难融进来 加上小时候 她的父母可能对她 是比较的宠爱的 所以她会有一种 很敏感 非常地去介意一些 生活的小事 其实刚刚提到的 一个鸡腿 我想她应该是 认为这些物质 代表着她在这个家庭的 一个地位 代表你受重视的程度 对 我能感觉到你矛盾的心情 第一 你很想融入进去 第二 你觉得你的能力 还有你的表达 让你很难做到这一点 好像你一进入这个家庭 你就进入了一个战场 你在应对这样一个 环境变化的时候 可能你觉得自己能力 不足以去很好的应付 你可能会第一时间 想到了你的父母 你要知道 你的母亲肯定是 她在主观方面 是会比较偏向于你的 她看问题的角度 是从你这个角度去看的 而且她没有去经历这个事情 她以你说的为准 所以对于老人家来讲 她的一个分析 会有失偏颇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解决问题 首先要让自己 去直面这个问题 不要什么事情都告诉父母 刚刚提到了说 年夜饭的时候 你认为她没有给你夹菜 我知道你是觉得 自己没有存在感 一个新媳妇嘛 还是一两年嘛 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存在感 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获得 如果说婆婆没有给你夹菜 我想问一下 你有给婆婆夹菜吗 你有给你的丈夫夹菜吗 他们没有给你夹菜 你给他夹菜了 是不是婆婆也会很高兴 既然你在意 你就要让别人知道 你在意这一点 你的这样的一个 带枪带棒的 这样的一个话语 会让别人自然而然的 觉得很有距离感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改变一下自己的方法 柔软一点 柔一点 心量大一点 委婉一点 在考虑到自己的同时 也去多顾及一下 周围人的一个心情 美女士 就今天你讲的这些事情 给我的感觉是 又好气 又好笑 就可能你在你的 原生家庭里面 妈妈很溺爱 然后有什么要求 父母会尽自己 最大的能力 去满足你 那么当你在 比较年轻的时候 嫁到了张家 你觉得这边 公公婆婆 也应该像我爸爸妈妈一样 去保护我 去呵护我 其实你很单纯 只是因为原生家庭 带给你那种教育 可能比较根深蒂固了 你不知道 去怎么去沟通 但还有一点 你不可爱 有些女人不成熟 但是别人和她交流之后 她会比较可爱 原来我错了 那我修正等等 你不成熟 不可爱 这就比较麻烦了 那第二 你总的自己想 当然地去想这件事情 然后你也不和你的丈夫 去沟通 你就会觉得 丈夫理所当然 知道你当时想吃鸡腿 知道过年的时候 希望大家给你夹菜 你总是还是停留在 出嫁之前的 那个女孩子 小女孩的那种心理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就是 要从你原生家庭 那种固定的思维里面 跳出来 你要成熟一些 当你成熟了 你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可爱 那么张先生 在这九年的婚姻当中 你一次一次地提离婚 提上诉 你其实在逃避 这个美女士 她不够成熟 也说明她很简单 哪里有多大的事情呢 她最大的一个心结 就是你 她觉得你没有 顾及到她的感受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顾及她的感受 她不会和你姐姐 和你妈妈产生那样的矛盾 她也不会说 去找她们去吵架打架 也不会把这句话 和她的妈妈去说 你有没有和她说过 一些比较知心交心的话 有没有告诉她 你的这种立场 你可能比如说 接受是你就直接说了 那是我姐姐 我就我这一个姐姐 她怎么不能来 其实这个时候 你要换位思考一下 为什么妻子会那样说 她把你看得很重的 包括今天她说 她不想女人 说明她在心里面 是放不下的 她说你要开车 对啊 当时接受的是 你要开车 她担心你的安全 她是口无遮拦的 她就有什么说什么 这个姐姐是人 你就不是人啊 但你可能只听到了 一半的话 好像你觉得 她针对你姐姐 其实她还是考虑你 她是考虑你 如果你也有一张床睡 她就不会说这番话 因为你没有做好 这个引路人 和陪伴者的工作 现在我们虽然说 对孩子要有陪伴 其实夫妻之间 更要有陪伴 这一点你做得 不够到位 所以让妻子感觉到 在你家是孤独的 是孤立的 希望你们小家庭 大家庭都和睦和谐 想问一下 你妈妈今天带来了一个 有点矛盾的立场 一个她觉得 她们对你这样那样的 然后她不希望你们离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是看着小孩分享 也是说 我看不一定 她心疼你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 我相信你妈妈 能够感觉到 你这个婆家 其实是还可以的 尤其是你这个老公 你有一点说得很好啊 两个家生活方式 生活观念不同 所以并不是人不好 而且相反人不错 甚至包括你这个小姑子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一家人 如果按你的标准 不能说不错的话 你还是有点小心眼 有些事情 可能大家对你是 没照顾到你的感受 但你的反应过了 过头了 你可以说 这是我不高兴 但也就这么小的事 我也就小小的高兴 过两天就算了 为什么呢 我要看整个家庭 是一个什么状态 打比方一个苹果 有个点 在那里不好看 但整个苹果是好的 那它就还是苹果 那我还能够 把它当苹果吃 所以你在家里 被宠坏了 你不知道 然后我都在想 你跟你妈妈 为什么要这么敏感 你说两家人 在一起相处 他们家要欺负你们 你有什么好处啊 要瞧不起你们 有什么好处啊 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一定要 往那个方面去想 妈妈完全可以站出来说 我这个女儿 有点娇气 你们多单单 她的脾气 你们哄一下她 她就好了 然后我也讲讲我女儿 不要想太多 我是不得不提醒你 为了你的幸福 你说我一不仇价 是吧 我告诉你 你这个脾气 连我都受不了 我真的一定要认真的提醒你 你就是被宠坏 当然 经过这么一次冲突 我想婆家这一边 对你会多一点理解了 她就是娇气 并不是有多坏 那大家也不要跟着 都那么投入 说什么 可能她也就好了 最舒服的家 可以让我们的坏脾气 飞一飞 可以 最后不能飞得 跟飞刀一样 就把握一下这个分寸 当然他们肯定 也有忽略你的地方 但是我能真正告诉你 你把事情放大了 我也很想 恶打五十大百 把你先生说一说 但是我说实话 尤其是他都说了 老家你给我点面子 小家你怎么样都可以 姑娘你要珍惜 你这个婆婆 包括你这个姑姑子 一说话 我们都听得出来 脾气不是那种咄咄逼人 当然以后大家调整一下 看到她就 来了来了 她可能就开心 她可能就要这个 她的要求也不高 她就要 我看得懂的笑容 这个老公要给 家里面要给 她就满足了 这样我们到密室 好不好 再聊一聊 听了调解员胡建云的发言 美女士平静了下来 就连面部表情 也柔和了许多 显然她有所触动 眼看着实际成熟 胡老师提议 让双方到密室 做进一步沟通 李凡带着美女士 来到密室 之前对婚姻 不抱希望的美女士 表示她不想离婚了 其实我跟我老公 现在老的很少 跟她可以过 他们说的 有的话 说的我的内心里面 你现在回过头来想 这几件事情 是不是做得 有些不够成熟 是 不够成熟 有点像小孩子样的 像小孩子样的 不料张先生 却没有半点 想要继续过的意思 她那个性格很难改 我努力很多年了 真的没办法 再接受那个事情 我来着剑牌调剑 一直想 让她见识见识 看她能听谁 哪个老师的 当然我自己来 也来学习学习 我到底哪里有什么缺点 离婚呢 我让她重新开始 或许曾经的争吵 让张先生疲惫不堪 心力交瘁 她离婚的态度 十分坚决 可美女士对此 压根儿不知情 她依然在对丈夫 提要求 没得到温暖 没得到温暖 她不太会 对 就是说 她没有说过 这样的一些暖情话 所以你就认为 没有得到 丈夫的温暖 而且你认为 丈夫是和这个 婆婆啊 公公啊 姑子 是一个阵营的案 美女士想要的 安慰也好 温暖也罢 的确是张先生 不擅长的 她没有改变的信心 也没有调整的动力 反倒是让美女士 看不顺眼的大姑子 竟不计前嫌的 帮着观察员 一同劝说张先生 比如说 当她觉得 很受伤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不会安慰 对啊 你会不会哄她呀 安慰我是不会安慰 我可能跟她讲道理 我告诉你 你错了 你要自己谈她 你错了 夫妻小两口之间 从来不需要大道理 是不是需要大道理 是讲爱 不是讲 我自己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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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 原来我走到很多不对的地方 就是 其实我也很爱你的 女儿也很需要你 喜欢我们以后都好好地过 我也会努力改变吧 过得其实是翻过去吧 为了女儿嘛 为了这个家嘛 我希望大家都好 以前的事情都不要提了 就算见过去了 谢谢我两个宝贝吧 今后我不参与 我里也请跟我谢谢她 大家都要包容 对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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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不起伤不起 以后一定不能乱说 大家都不能乱说 是的 是的 活了就是好了 这一夜翻过去就好了 好好好就好 对对对 我可以把自己身体搞好 我把孩子带好 两个孩子在外面挤放心 可以可以 大家一起努力 都互相争动 互相理解 婚姻是两个家庭的融合 其中难免会有生活习惯的不同 观念的差异 但是大家可以通过爱 通过相互的包容和理解 达到求同存异 希望通过调解 美女士能明白 不论靠争吵 还是让娘家人出马 都不能让你在婆家真正立足 唯有用心经营婚姻 用善良和将心比心 与丈夫的家人相处 你才能获得婆家人的认可 才能最终融入这个家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入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入到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